吴奇隆近日高调宣布,老婆已怀孕四个月,实力打脸前妻。 几天前,有消息说刘诗诗怀孕了。 自从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后,生孩子就一直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,毕竟吴奇隆不是年轻的,孩子的素质也会受到影响,所以无论是网友还是当事人,都在认真处理这个问题。 如果我们说我们忙于我们的生意,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都已经很富有了。 正如前妻玛雅书所说的,这是吴奇隆的问题吗?这真的伤害了男人的自尊心。 但前一段时间,有一张照片,刘诗诗穿着松散的衣服在互联网上。看来她要当母亲了。 刘诗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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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诗� 他还宣布要花一年的时间完成剧本,等到明年春天。 这不仅仅是为孩子的出生做准备吗?吴奇隆在微博上首次回应粉丝们,要追一追。 刘诗诗也承认他怀孕了。 他说他不会与唐人续约。他们两人都承认刘诗诗怀孕的消息是真的。 真是太棒了!可以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。刘诗诗,一个胸有成竹的美人。 愿意你回首深情。